就是我那个女生朋友 永远都是她那个名字 然后她那个名字 她永远只问我两句话就是 你好吗 在忙什么 两句 但是到天晴中午的时候 我突然把手机拿起来 她突然来一个 咚咚咚 我一看 你好吗 还是我那个死去了四年的朋友 我想现代人的 最流行 最常使用的交友方式 因无怪乎就是AP 微博或是LINE之类的 可是有一个软体 曾经在交友世界里面 站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MSN 那我大约在2006年 因为一个姻缘际会 我就到北京去工作 接着我就在北京住了四年 于是我必须使用两只手机 两个号码 那因为人在北京工作跟生活 所以变得生活中心 会以北京为主 于是台湾的电话 就比较少带出门 所以我把当时跟台湾朋友 最常联系的方式MSN 输入在我大陆的号码里面 08年的某一天 我在北京的家里的客厅 突然这个手机响起MSN 叫人呢 那个铃声 就很自然的手机拿起来 拿起来 我一个好久不见的一个女生朋友 视讯 对 一个好久不见女生朋友 他留的是这样 你好吗 那我想好久不见你好吗 你就回答一个 我很好 我在北京 你好不好 没回 就没回 没回你就觉得 也许这个海峡两岸的视讯 讯号不是那么好 或是种种原因 反正不管就放了 接下来你就会发现 断断续续在生活中 也许隔几个礼拜 也许隔几个星期 他会在偶尔某个时期 当你习惯看看手机 或者只是放在旁边的时候 他突然会 叮咚叮咚 接着你拿起来看 就是我那个女生朋友 永远都是他那个名字 然后他那个名字 他永远只问我两句话 就是你好吗 在忙什么 两句 也许突然那一句就是 在忙什么 可是不管我怎么回他 他永远都不理我 永远都是只有你好吗 在忙什么 好 08年的有一天 我某一个下午 突然没事干在家里 看到刚好有台湾的电视节目 你就看一看 你就会一直想到台湾 台湾很多很多的视频 台湾的朋友什么之类的 这时候你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个朋友已经死了 死了 可是MSN不断发来 好 接着 大概三年 大概2009年 10年 我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后 大陆这只手机就很少使用 两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我一个杭州的好朋友结婚 所以我一定要到 那所以我在去以前呢 我就把这只大陆的手机拿出来 没电 重新再充电 充好电 充饱了 充电器带着 放进行李 人到了杭州 一到了杭州就跟朋友说 一直hang out玩玩玩玩玩 到了当天晚上喝醉 到第二天起来 想手机应该看一看资讯了 手机一拿起来 我说的是两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 可是MSN已经在大概一年半以前 大概已经停掉了 我手机拿起来 我人一到杭州我就开机了 所以手机一直保持通的状态 可是MSN这个讯息已经没有了 但是到接近中午的时候 我突然把手机拿起来 他突然来一个 咚咚咚 我一看 你好吗 还是我那个死去了四年的朋友 这个时候他已经死去了六年了 这是最新发生的一个 不可思议的 关于软体的一个怪现象 哦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鬼屋词是 没有 这软体都 软体都没了 你接到你心里不会发毛嘛 其实你心里会怪怪 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 有有 之类的 因为 对 因为其实我最发毛是 那时候我突然发现 他已经死了四年 哎呦 那个瞬间我最 然后接下来你就回台湾了嘛 就很少再用那一支内地号码 你就比较不会注意这种事情 是直到两个礼拜前回杭州 手机要打开嘛 又来 下飞机就打开 然后再买到上桌 叹叹又来 最毛的是 这个软体已经没了嘛 AMSN这个软体已经没有了 曼西好恐怖